7月28日歌手林峰及演员黄宗泽Bosco 在中环出席邓志伟40岁生日音乐派对活动 林峰今晚特地从深圳赶回香港 与吴卓西一同出现在好兄弟的生日派对现场 林峰表示很难得三人行 因为平日各有各忙 我分别在很多场所我有见过Bosco还有Aron 只是跟他们两个一起见面 好像进这一年好像比较少 那蛮高兴的 因为大家以前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 那而且都好朋友 那我觉得难得一个机会 可以大家一起聚一聚开心一下 林峰之前为了演唱会积极修身 三个月减了20斤 他表示现在有点腹胖 为了暑假穿清凉一点 所以还会继续做运动 其实我已经胖了 我胖了 我中了八磅左右 就差不多应该四五斤吧 那夏天嘛 夏天还是可能要穿得清爽一点 那不管男生女生大家都会注重运动 同场出席的黄宗泽送好友邓志伟一瓶香槟做礼 声言不会不醉无归 自己也不会上台唱歌 我当然开派对的话就肯定需要酒 我就拿了一大堆的香槟送给志伟一瓶 不用了吧 今天人那么多刚才是看他表演 不用我去表演是不是 早前叶璇在节目中爆出自己在TVB年代曾陷入三角恋 根据叶璇提供的线索 不少网民猜测黄宗泽有嫌疑 Bosco接受访问时很温然地表示 我没有听过这个什么来的 网上的话你也信 哎真的是 躺枪的东西 就很多人都经常发生 我觉得你如果也没有发生过 你也不会在意 不用在意